要是每一棵都能这么生存的好的话 像我家那么多树 我赶快都要花财 大家好 我是东宝 今天我们进山找一种野草 据说比黄金都还亏 我们带大家去看看 这三年是舒服 两块一元的 这个东西也是粉丝朋友 我们经常建议我们吃的 去年拍了一期视频 但是我们没吃它 不敢吃 后面问一下医生这玩意是好东西 今天我们搞点来 就是这玩意 粉丝黄某应该知道是啥吧 这是人工移栽的 这个就是铁皮石符 仙草 这东西本来它长在 鞋子里的石板上面的 被老乡移在树上面来 树上它也全部活了 这一堆特别多 那这也属于半人工了呀 对 半人工状态的 那个高级根 这样可以蹲大骨 你多起点粉丝 某种都刚才在起来的好你 嗯 这个我可不敢吃 它里面有点滑滑的 像鼻涕一样的 感觉 你别说了 你先尝尝 你养我一生死肚了 没 这个吃对你也有好处的 是的 还是我们以前 给我提过一件 经常熬夜来的朋友 也可以吃这个玩意 但是朋友们不说 我也不知道 这玩意儿还能吃 嗯 我也不知道 你看它长这样像能吃的样子吗 直接给你找 大家看这玩意儿的寄生能力好强 这个树皮上面跟着牵满 它还能活下去 我的天 太猛了 今天我也走几步开了 我只能够荒山出去 就这么用遮阴网把它绑起来 它就能生存下去了 但是每一棵都能这么生存得好的 像我家那么多树 我赶快就要发财 全部是这么大的树树 这个树树算小的 我家那在二棵树上 想象还是很美好的 嗯 第六 吃多了 怕营养过剩 还少逮点 第一次逮啊 你这个体型本来就不能太营养了 回去盯大骨 走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大骨盾啊 好 多 够大多点 直接扣到那边 OK 三坨 一人一坨 你这会儿也尝试一下 好 焯水了 大锁了 放水断 切一下 看好不好切啊 炖它 炖它一过小时 搞点饭后碎锅 我看 荔枝它们这个的荔枝 放大锅炖 全都重复了 再来加碗的荔枝啊 这个荔枝还是雪 让我给我生气啊 我喝 看啥子 看谁没 龙子 大家看这荔枝贫乖不乖 飞红的啊 这么大个了 嗯 哦 这我尝了哈的 你不洗啊 为什么不洗啊 树上 没打过油 在荔枝树中都没打过油 现在应该很甜哦 天气是人 刚烘到的荔枝 太甜了 这里还藏了一堆 我在爬子打我 你的荔枝还好 你都烘住了 这里开荔枝一锅都没起到 看一下大锅不 哦 有这么大锅 哦 小荔枝你还乖不乖 小盆 锅肉 这电梯是铁不在锅里 起锅 搞事搞一会哦 你拿不来刮骨头 那要起锅头 吃点营养品吃都不行 看你做个什么呢 吃了给它刮骨头 搞事啊 如法远的 我一会儿来烫 种到汤 盆开来烫好些 短了 不必需要 嗯 我给你看这个汤 现在黄胡椒一样的汤 嗯 嗯 你有吃的啊 有吃的 整个黄胡椒一模一样的 你这么 土村 嘿嘿 应该有高压锅的 嗯 好香啊 我看他带着这个 你带着 这一杯酥炖汤出是可以的 肉也香汤也香 嗯 香也香 这我一般是那么高发起 这个很辣的 这个不辣的 这个炖汁啊 嗯 炖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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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多年多哦 今天要多吃 我是不可以的 有不 你会吃大点 它没多三点多 好吃 嗯 香了 太香了 嗯 吃香了 在里面骨絮乳滑 在里面骨絮乳滑 哎 好香啊 你让你给它过来帮你 我给我骂 这儿你别够了啊 嗯 这儿你学天的 好香啊 够一碗汤 茄子 汤如何来 有点寒的 还是有点寒的 我可以看 这怎么起大骨啊 大骨灯出汤 无论喝什么灯 我都是喝的最好的一个汤 很 只带个清香味 还有点胡椒味 我来天 舒服 看这师傅起起来有点 有点夹可 看这个不不不我不晓得 换到汤也是这样的 肥子能入化 爽的 好吧 我们忍着不着 拜拜